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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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阳 陵南 陵远城下 这颗指战全面爆发 开路守军第十七旅旅长 崔兴武于开战当日 即帅部投降日伪 沦为汉奸 日军第六师团兵不血刃 即战开路 并在将兵封指反赤风 孙殿英军稍作抵抗 一气成而去 转手为常 日军第六师团遂战赤风 随即以一部兵力蓄工为场 指向多轮 特影且第四骑兵旅团 其余兵力则转而南下 与第八师团 第十四混成旅团会工领园 朝阳守军 董福亭旅所属少本梁团 在开战不久 地盼变投敌 东旅房间遂为敌陷入 朝阳外围之南岭 北跳相继失守 整个房线随之动摇 二月二十五日 朝阳沦险 日军第八师团直取陵园 南路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侵略陵南后 异于同击寇翻陵园 三路日军开始会工陵园 陵园恶平权 承得要冲 为日军侵战承得 直指热和全境的必经之的 陵园中国守军于赵林旅 在陵园外围夜博树地区 与进犯之敌展开激战 旅将是奋勇当陷 欲血杀敌 以惨重的伤亡代价 顽强 阻止优势敌军的进攻 孤旅坚守陵园三昼夜 二月二十八日 于旅向第四军团总部集电求援 军团司令部集令第二十九旅火速持员 在旅之第六百八十四团急行军十三小时抵达夜博树 增援于旅 此时日北军在汉兼少本梁的引导下发起强攻 第六百八十四团与旅旅并肩作战 继续苦守夜博树达两昼夜之久 三月初日军吸入第六百八十四团与旅旅的结合部 旅旅未避免遭敌合围 遂撤网平权 与第二十九旅鲁力会合 坚守平权 第六百八十四团本梁随旅旅后撤平权 因被敌截断 遂向围场方向突围 与孙殿营第四十一军一部会合 此时 第五军团由于开落 朝阳作战实力 丧失抗战信心 由建平大部西撤指平权一线 资料图第四 第五两军团会合于平权 本可以构成颇具实力的新防线 以抗恶日伪 但由于两军分属东北军内两个派系 不愿合作 各图保存实力 加之汤玉林等对日北官望动摇 无心抗战 所以 他们并未坚守原地作战 而继续退却 第四军团在平权以西的后续部队 纷纷撤向西南 经常呈洗封口撤之关内 不久 军团司令部也随之撤入洗封口 平权守军一气守平权 随权军团撤入洗封口 汤玉林部第五军团失去右翼 侧英 极调驻守龙化的军团预备对张从云旅 第七旅南下承德 在承德正东十余里的青石南一线购置防御 三月三日晚 张旅与前出至承德东郊 的日军展开激战 坚守一夜 张作向命汤部 在城的周围布防 汤部官兵布从 要求先补发三个月军饷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932到1982年 第一卷 第104页 汤玉林建大事已去 进口流军车等二百余辆 由承德庄在司务运天津 张作向也将司令部从城的撤出 逃往湖北口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932到1982年 第一卷 第104页 四日浮晓 日军除从东面进攻外 潜兵于南北两翼迂回承德 汤军从前线溃逃至承德的部队为己展开 又纷纷后撤 全线动摇 张从云旅也气首青石鸾一线 其一步继续西撤 经长城谷北口入关 大部队则随汤玉林北撤至封宁县 经大哥镇 大滩 汇往查哈尔省孤原县一带 守卫围场的孙天英 不稍是抵抗一经多轮撤往张家口 日军第六师团一部近战围场 至此 越河全境沦潜 资料除日军占领越河 使华北的屏障进士 门户洞开 是中国方面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失败 导致失败的原因有二 一是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 正处在激烈的政争中 上层人物忙于争权夺利 无法集中权力来指挥 组织作战 二是前线的个别指挥官如汤玉林 缺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 与敌作战 稍畜击溃 热和失守 全国哗然 民众纷纷要求成万不战而退的将领 有人要求将张学良 张作下 万福林撤职严办 唐玉林积拿枪决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932到1982年 第一卷 第107页 在各方压力下 张学良被迫辞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趁汤玉林竟与前方军事紧急 中永将士使致抗 敌之时 魏系细职 一物军机 身堪痛恨 先行撤职 并撤查研机 9半国民政府通缉 汤玉林令 在李云汉边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 张县门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版 编辑林晓静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